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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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注意SOP OK 要注意SOP 对了 Day yu jay也是3月8号上课 对 我看到了 好 这个是上个星期五的问题 我们是Baner Ayat 对吗 Jekku Long叫我们Baner Ayat 我们有一个方法想去Baner Ayat的 所以答案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 Yeah 就是S K O P 还记得S K O P是什么呢 还记得S是什么 K是什么 O是什么 跟P是什么呢 OK 还记得吗 有谁记得的 有人写S K O P了 S是Subject Yes K是Category O是什么Object 还有P就是Panua Sun OK Panua Sun就是你要写在哪里啊 可以怎样啊 或者是说几时啊 就是令到整个句子更加丰富的 有没有S K O P 你们学会了吗 你很开心啊 庞金慧 为什么很开心 可以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这样开心呢 今天 因为Talu三月了吗 好 同学们 你FriendIn了吗 这个是我们2021年的潮语啊 每一次看到人都会很厚语 你FriendIn了吗 我的朋友 哎 表哥表姐 你FriendIn了吗 我FriendIn了 你FriendIn了没有 OK 啊 每次看到小朋友 他们其他朋友们啊 伙伴们 你就可以按着问他啦 OK 你FriendIn了吗 OK 好 如果还没有FriendIn的 赶快去参加我们的FriendIn粉丝团 我们即将要开跑了 我们的专业即将要开跑了 OK 还没有 还没有注册的话 赶快注册 还有就是老师每次呼吁的 就是家长注册了 记得帮孩子也一起注册哦 如果孩子没有注册的话呢 那个我们的那个 讲讲呢 你的粉丝的那个账号 是不能够成效的 OK 一定要有爸爸妈妈 还有一定要有孩子在里面 如果只是爸爸妈妈注册了 孩子没有注册的话 这个的话呢 就怪于是那个账号是不能成立的 加入不到咯 OK 所以我们的后台那边有一个报告显示 就是家长人数多过孩子 所以孩子们谁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进去的注册一下 给你的爸爸妈妈已经注册了 剩下孩子的那一个部分哦 所以记得赶快 还有记得用MOE Account 记得用MOE Account OK 好 这个是一年的那个 第一年你的那个会员费是免费的 小朋友们 这个是让你们知道 这是你们的福利来的 OK 就是你是免费的 在第一年里面 然后呢 还有免费的一个coding class OK 我们的workshop 做一个mini game 有小朋友告诉我说 老师我已经参加了mini game 好好玩哦 OK 有小朋友跟我了一个反馈 他告诉我说 好好玩哦 这是免费送给我们friendin的粉丝朋友的 好不好 OK 记得你已经如果是已经register了 你是我们的会员 你就可以享有免费的参加mini game coding class online class来的 OK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记得OK 去到我们Dynabook的Facebook 去询问 或者是你可以电邮到 askfriendin at dinabooks.com.my 即email给我们 OK 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如果你爸爸妈妈有不明白的话呢 OK 也可以叫他们email 给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回答到他一些问题哦 好不好 啊 对对对 好 谢谢提醒 提醒什么 Erin OK好 来 怪力指桥比赛 好 还记得吗 上一次我们的那一位 啊 米卡老师 有叫我们做第四座桥 啊 我们有十个得奖者 OK 有十个得奖者 诶 真的 你会用stretch来做小游戏 好棒哦 OK 好 所以十位小朋友都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有青春号 HJKC KAMPOR BARU BAH HANG 诶 应该是打错字吧 不是RAHANG 应该是BAH HANG OK OK 脆姿器 HJKC 书邦 还有富庸浩 HJKC 不用担心咯 还有 HO YEN CHI 来自HJKC 玉华 还有 郭恩定 是来自HJKC 玉柴 OK 好 恭喜恭喜恭喜 来 恭喜恭喜恭喜 哈哈哈 对了 对了 Titlebook经常的名译是 你Friendin了吗 我会Friendin了 OK 好 这是五位 你的名字吗 耶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有五位同学 李拼算 HJKC 聪任 还有 林仁吉 来自HJKC SANTU Xiao Hui Hui 来自 也是一样 HJKC KAMPOR BARU OK 为什么是RAHANG OK HJKC HJKC NOTUN DAM OK 这次应该是来自 马六甲德 小朋友来的 E科恩 还有HJKC DUN DAN CHING OK 总共是十位小朋友 OK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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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来 一定要讲恭喜恭喜啊 因为别人得奖了 我们的小朋友们得奖了 你们可以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参加我们的steam课程的话呢 OK 你的 你的那个 会得到一个十块钱的repaid OK 十块钱的repaid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steam课程的话 OK 如果要参加steam课程怎样参加 待会老师会告诉你怎样参加 OK 好来 同学们 快乐学习 哎呦 不要伤心没有你 改天一定会有你 OK 加油吧 OK加油吧 好 我们都是守规矩的好孩子 快乐学习 专心学习 不分年级不分州属 不分学校 啊 记得我们是不分学校的 很开心 你们现在呢 3月 要开始上课了 你们也进来学习 所以是非常棒的事情哦 一个人的心有多次接 言语就有多美丽 所以谨慎你的留言 开始上课了 我们就专心上课哦 欢迎看我们的重播 多看几遍也无所谓 因为你从每一次重播中 你都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OK 善用我们的留言平台 跟老师互动跟交流 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呢 是音乐课 所以今天呢 哦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 check box 跟老师互动哦 但是这一堂课就会很好玩了 好不好 还有真正我们的老师 收课的老师 时时刻刻 感谢祝福 今天几点放学 五 翁楼圆 OK 翁楼圆 你是新来的朋友吗 OK 我们每一天呢 放学的时间都是四点半 会到大概五点半左右 OK 五点半左右 OK 好 欢迎你啊 你是我们的新朋友 好 好 重播是一位老师 对了 OK 所以 这有小朋友说 我已经胖了 为什么呢 因为NCO在家里就一直吃着 然后坐着上课 OK 所以你就胖了 对不对 无所谓 待会就再减肥哦 OK 好 来同学们 记得你要like我们的Facebook Dineable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YouTube平台 你like和subscribe的嘛 还有share出去 我看到呢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Facebook的小朋友 你们都会share了 谢谢你们 VikingHill 嗨 还有Hong Chai Ling 你也是share了 很开心 你们都说变成share了 太棒了 CSE 诶 CSE 对 CSE你已经得奖了 对不对 恭喜你 你的礼物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参加我们的Steam的小小西城高手 对不对 那个课程的话呢 我们就repeat十令吉 OK repeat十令吉给你哦 OK 好 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后台 Messenger的边问我们哈 来 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音乐 Music Music 相信这边的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上音乐课 对吗 今天我们又请到了老师 他是来自少少华晓的老师 陈娇琪老师 陈老师 来 同学们 为什么你写这么多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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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有什么问题吗 OK 为什么喊这么多次老师老师 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打出来吧 好我们以大大力的掌声 OK 欢迎我们的陈老师 陈老师 哈啰 大家好 陈老师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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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您了 OK 好同学们大家好 我今天呢要教的是音乐课 那么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有很多小孩他们的主要的印象关于音乐 大家都会觉得唱歌或者是弹钢琴一定要玩一些乐器那才是音乐 那么在老师这边觉得呢 其实音乐并不只是唱歌也并不只是要玩这个乐器才算是我会音乐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音乐 好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来进入这个音乐世界啊已经很多人告诉陈老师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音乐 好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音乐带来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的是你们觉得音乐重要吗 那么老师想要看看大家的feedback大家的comment说你觉得音乐重要吗 音乐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你觉得在生命中他会给你有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分享给陈老师知道很多人都说I like music 很重要很重要超多同学都回复老师重要 那么我想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重要在哪一方面呢当然重要 大部分的同学都回复重要有一位同学他说了一句是我非常认同的一心痛 没有音乐没有快乐啊这一句很不错他这个就是老师生活里面也这样觉得的没有音乐没有快乐很好 好还有什么比较哦过后也有几位同学说不重要 那么可不可以也分享给陈老师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不重要呢 因为好听有一些人说音乐很重要因为好听 give me happy ok 然后还有抖音对现在抖音非常的流行大多数的学生都会去留意抖音 而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抖音里面没有了音乐是不是会很奇怪呢 有音乐就有气氛啊对的 大会我们就来感受一下音乐 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气氛 因为可以放松心情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音乐它让我们在呃这个感受的抒发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松 我会唱歌而且很好听啊不是炫耀好 那么老师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你唱歌给陈老师听哈 看电视时没有音乐变很无聊是很好 好那么大多数的comment老师都觉得非常棒很好 ok跟老师想象的这也是一样的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slide 我们会发现到其实音乐 它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一直都出现 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都是音乐 可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忽略掉它了 好像这个你有没有认真的聆听我们周遭出现的声音呢 其实这些声音有可能也是一种音乐 好例如说我们看有一些小孩 在他们刚开始还懵懵懂懂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做一件事 就是拍打东西 一些玩具 他们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去拍打 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它很吵勒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聆听的话 它拍打的那个是不是也有节奏在里面呢 又或者是平时下雨天之前会有打雷的声音 它会给你什么感觉很害怕对不对 又或者是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 突然间咚咚咚咚那个气氛的营造 每一个声音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这个就是要靠我们去认真的去欣赏 认真的去聆听去感悟 每一个声音到底为什么要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那么我们再看这边有两个人在讲话 如果你想象一下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所有人说话 你都听不见了 你只能够这样子 比手画脚的 那个世界会精彩吗 不精彩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可能一切都失去了乐趣 所以其实音乐在生活中 它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它 好 那么其实音乐有非常多的色彩 那么到底这些色彩是怎样的呢 有一些人说 我喜欢英文歌 你看每一个人喜欢音乐的那个style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喜欢hip hop 有一些喜欢jazz 有一些喜欢rock 有一些喜欢英文歌 有一些听韩国的ost 最近有很多那种电视剧也很流行 好 他们的歌曲很多都不一样 有很多的色彩 每一个人的爱好的兴趣也不一样 这个都是看大家的 我在比赛唱歌拿第一名 哦 厉害很棒 老师非常喜欢 好 我们来继续 感受音乐的美 到底我们要怎样去感受音乐的美呢 有很多小孩会说 老师我们每次上音乐课 唱来唱去都唱那几首很闷嘞 OK 有时候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每一首歌 他们都有它的美的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有一些歌曲会带来的情绪 例如说它会让我们感到很开心 很伤心 很生气 很害怕 哦 BTS 我看到有人写BTS BTS 你是韩粉 对不对 BTS的旋律 让我们一听到的时候 你会马上想要跳舞的感觉 有没有 想要跟着你的偶像去晃动 有一些人说 我现在才发现到音乐真的很重要 对 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去认真的 去聆听我们身边的声音 有一些是抖音 其实抖音就发现在抖音才把音乐的潮流带起 蔡徐坤 哇你们的偶像都很前卫 蔡徐坤 老师也是有注意蔡徐坤 有那个情人 我很喜欢那首歌 OK好 那么接下来老师会给你们听一个旋律 你们听一听当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 你第一个印象 你是想到什么地方 好我们来听一听 要马上第一个画面 老师再听一次 然后他后面肯定还会接这个的 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画面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一下到底同学们想到的画面跟陈老师想到的画面是不是一样的 哇同学们都好多偶像机场 Shopping center Tesco 火车站 OK 火车站 大多数都是火车站 Shopping center Clinic 对对对 Clinic 对 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声音吗 是要讲报告 对 很好 弹琴 对 我们其实这些声音都可以弹琴弹出来 相信如果有学弹琴的小孩应该是懂他的那个sofa的报告声 嗯 很好很好 哎你们大多数的答案都跟陈老师的是一样的 啊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机场就是当我们在机场的时候你会登登登登他就会报告啊什么什么航班的机或者是shopping center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可能是呃什么什么人你的东西遗漏了请到什么什么counter去领取啊有一些可能比较紧张的是说哎呀你孩子不见了请到这个counter去找回你的孩子啊更加 大家同学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学校每一次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你的校长或者是你的副校长要报告一些很重要的事好那么其实你看音乐声音在我们的收尾除了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之外他也是一种警惕的效果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不会automatic的马上你会专心听他接下来 他要报告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很重要所以你们想象一下我不可能拿着一支麦然后在那个机场大大声哈喽哈喽大家好请你们注意我不可能这样子做对不对哈所以在这边音乐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去警惕我们要注意接下来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资讯 好那么听过了刚刚的那个过后接下来我会给你们听四种不一样的音乐也是一样的老师想要知道一下当你听到了这种音乐他带给你什么感受又或者是你想到的什么画面好我们先听第一个音乐盒 他带来什么歌曲 他带来什么歌曲 OK好这个音乐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心情啊感受啊又或者是画面啊都可以分享哦 Happy开心对好听有人说好听哇他有很多人在分享他的偶像耶周深啊很多很开心对很好很好老师的答案也是开心 你看有一些歌曲他是有upbeat的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快乐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第二个音乐盒带来怎样的音乐 好这一首歌曲不知道同学们会觉得熟悉吗我觉得蛮熟悉的因为如果我们有看那些YouTuber的影片啊他们都蛮成功的 他们常会把这个音效放进去对不对sat很多很多人都分享伤心对很好对崩溃 幽静哦崩溃对崩溃这个字很不错蛮贴切的或者是不幸运对不幸运就是突然间啊你你本来很开心啊突然间发生了很崩溃的事 ok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someone pass away的确很伤心的一件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到底是什么音乐这个大家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 如果你有一点点害怕可能音乐不要放那么大声哦 ok 这个音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通常我们在看什么电影的时候他都会出现啊恐怖害怕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你们给陈老师的答案几乎都是非常相近的都很一样你看其实音乐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存在他可以跟我们沟通你看我们现在只是听音乐哦 可是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是同学们你们给老师的回答就是我们是用音乐在沟通现在而且我们是成功的啊大家的答案都一样哦恐怖开心为什么听到这个音乐会开心你应该是很喜欢看恐怖片是吗 哈哈很害怕很害怕很恐怖ok大多数的同学都是有这个害怕的感觉对不对好那么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不听 害怕恐怖的声音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个音乐如果大家蛮常去电影院的话应该会觉得熟悉 哦我刚刚看了有几个comment我现在回答一下有人问我喜欢吗你是说我喜欢恐怖的歌吗哦我不喜欢我超害怕了 陈老师超级害怕看恐怖片我几乎都选择不看因为我很怕哈哈哈哈OK好这个是怎样的呢我喜欢 黄金的歌紧张对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蛮会蛮常去电影院嘛有时候我们去电影院之前他会有很多预告片 然后预告片的一开始都会放这个旋律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紧张或者是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了 哎对这个有还有一些你们有没有看那些marvels的英雄系列 iron man啊或者是spiderman啊那些有没有恐龙出来了对有杀气哇好啊哎你们的形容都很贴切 啊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对不对你看音乐多么的强大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老师说音乐是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它可以抒发我们内心的心情很想看很想Avengers的主题曲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听Avengers主题曲老师非常喜欢看Avengers系列的电影 好那么来看过了这一个音乐过后 这个呢有很多同学当其实音乐很有趣可是当我们一次一上课的时候我就讲哈我们今天来学 我们要学音符我看到的表情哈大多数都是哈老师可以不要吗 我都不会大多数的同学都给我这个反应耶就是他们对音符 这种符的乐理方面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同学们你们呢音符我会宣称说他会音符大多数如果你有学乐器的钢琴啊很多那种他们的这个音符啊乐理方面的知识应该都没有问题音符好难很多人都这样子觉得对 Frabble clef face clef wow ok好那么你们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下吗你们对音符了解多么的深就可能你觉得音符是怎样的你在学校有学过什么音符是你还记得的哇我会90%刘家康说清洁说音符我会钢学钢琴哦我是乐队的哎乐队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乐队基本上你都必须要会看那个音符又或者说你要懂那个一二三四有一些他们乐队会用一二三四 Doremi Facility的哦那个好50%或者你们也可以好像学生这样跟我分享说你们大概对音符有多少的了解多少%的了解看很容易写实很难哦对我有些同学也是会这样子跟我反应好那么 我们来真正的了解一下音符是怎样的我今天主要会教一些出入的就是比较简单的音符让大家不要那么害怕音符因为每次我要进入这个课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害怕我不要我不要其实音符很好玩的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去了解一下音符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好那么主要的现在我们有看到一个大大力的圆圈哈 这一个是最简单的叫做全音符那么大大力的这一粒呢哈我们在写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哦有没有注意到它也是一样大大力的好像一个小皮球那样好这一个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是四排OK那么为什么老师要介绍这个全音符呢 因为接下来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学的两个音符跟它有关系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学的这个是二分音符那么二分音符你们注意看在这边二就是说我要把那粒皮球切成两个部分OK好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把它切成两个部分如果我把它切成两个部分过后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的那粒球有了尾巴有没有看到哈长长的一只然后你们注意看哦它还是一样是白色的OK二分音符那么刚刚如果我把四跟刚老师说嘛全音符是四排我把四分一半 那就是二和二就是二和二所以你们注意看哦它还是一样等于两排OK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再把小皮球切成四个部分OK切成四个部分所以呢你看当我把小皮球切成四个部分的时候它的名字就变成四分 那么我们就变成四分音符那么我们就变成四分音符那么我们就变成四分音符那么我们就平均分掉它就变成一个等于一拍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有些人说老师太简单了好没关系大会有难的等着大家好那么这个再重复 一遍一遍哦白色的是两拍黑色的是一拍好那么接下来呢小鱼们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忙到底要需要怎么样的帮忙呢哈我们呢会有一些小鱼哈在这个鱼缸里面那么同学们要回答老师的是这一些鱼的音符的节拍加起来总共是多少拍呢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你们可以回答你们可以在那个comment那边告诉老师答案哦 有人问英文是什么cratchett跟minim我们主要呃因为我们平时华校我们主要是加二分音符跟四分音符嘛如果你要知道英文的话是cratchett和minim333333哇超多的对了三拍好很简单 对不对哎呀这个太简单了啊接下来这一拍呢又多了不同的鱼这个又是什么答案呢10我看到有10嗯暂时还没看到正确答案 我看到有人说我读沙拉扫我也是在沙拉扫耶哈喽有5耶有人的答案是5好那么这个答案是4为什么你们看这个记得大家要记得我们先记得简单的黑色就是一拍白色就是两拍 所以就是我们要用到数学了现在1加1等于2了对不对2再加这个白色的2等于4OK这个也是简单的来接下来我再加多一点小鱼在里面 这边总共又是多少拍呢 这边总共又是多少拍呢 可能大家都太踊跃了那个答案还是停留在那个4那边 太容易了有人回复哎你回复太容易了可是你没告诉我答案呀你太容易了然后你再告诉我答案哈这样子更棒OK 哈看看大家的答案对不对6对的有人说不会没关系我们就是来这边学习的这边1加1就已经等于2了对不对 然后这边2这边也是2加起来就是6了好接下来哈又多了鱼儿了 这边又是多少呢 这边总共有多少个黑色的呢哈记得哦黑色的是1白色的是2 这边是4 总共是多少呢 总共是多少 嗯很好 大多数的同学都答对等于8 好 这个呢 越来越多鱼儿跑进来了 接下来这边也是一样哦 黑色的是1白色的是2 有一些可能他们有学过呃 呃乐器的会觉得非常容易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呃最基本的这一个音音乐里面 我们的乐里面就是最基本的 crunched and minima 这些 11 12 诶这个有不同的答案哦 11 12也有 好到底是11还是12呢 11 OK 好记得哦 1 2 3 4 5 我们先算黑色的会比较容易 12 3 4 5 然后5 然后我们就算这个 5 6 7 8 9 10 11 OK 好来这个是最后一个 哈 最后的是最多鱼的 来那些回答很容易的同学 老师很期待你们的答案 看谁最快 那些很容易的同学看谁最快啊 我要看哪一位同学是第一个回答的 JC 我看到了 我很早就看到你了 JC 我知道你是静雅 我知道 好 来这一题 到底谁能够最快的 告诉陈老师答案呢 有16 有17 有18 有15 哎呦这个好多不同的答案啊 16 16 15 好多不同的答案 好 到底真正的答案是多少呢 16 对的 哎 有人写Easy喔 可是你的答案是17喔 啊 可能是不小心算错了 对不对 OK好 那么 我知道很Easy 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去不那么Easy的 OK 好 这一个 简单的 OK 它就是一个等于两个 OK 二分音符 一个等于两个 四分音符 然后这个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哎 为什么这个黑黑的哦 突然间多了一个尾巴 而且这个尾巴特别的长 啊 这个呢 是半拍哦 他是他的半拍 如果这个等于一拍的话 这个就等于半拍 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一半 两个半拍加起来才等于一拍 好 然后这个呢 哈 这一个我就先不把答案放出来 刚刚我们说 这个有尾巴的长长尾巴的这一个 到底等于多少二分音符 到底多少呢 答案是多少呢 嗯 答对了很好 答案等于四个 好 这些都是简单的哈 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两个 刚刚两个很长很长的尾巴 它们要绑在一起 所以这一个地方就是它们绑在一起的地方 这样子半拍加半拍等于一拍 所以这个两拍一拍一拍 然后我们会学的是 就是节奏的口诀哈 这个是我们的Piano Class Guitar Class 里面没有的哦 哈 这个口诀呢 是要让我们去更加的容易拍出这些节奏 例如说这个两拍的 当我们在拍的时候 第一个大我们要拍 然后旁边后面的阿不拍 我们只是把手移去旁边 例如 打 阿 有没有发现到我只有在第一个大拍 打 阿 后面的阿我是不拍的 只是把手移去旁边 而中间的这个黑色的 OK 四分音符非常简单 就是 打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绑在一起的我们的口诀 念 滴滴 是要比较快的 因为我们要在一拍的速度里面 念两个半拍 所以你看我们当打大的时候 是这样 在这一个 我们要快速的打两个 滴滴 有没有发现 有人说我学会了音符 其实真的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有去学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没有去这个 乐理课 我们最主要 基本的 学会这三个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我把这一些 打起来的话 它是这样的 打 打 滴滴 有发现吗 滴滴会比较快 好 那么这个 到底要怎样拍出来呢 好 陈老师拍一遍给大家听 滴滴 滴滴 滴 我都没有学过这个 这个是杀 杀要怎样拍 杀就是不拍 什么都不拍 不可以有声音 所以我们把手这样子 杀开 因为他叫我们杀 所以就把手 杀开 好 所以老师打一遍 可是老师不念口诀 到底是怎样的 好 如果我们不念口诀的情况下 拍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可是老师我不会 我要念口诀 可以 一开始有一些可能你不是那么熟悉的 先念口诀会比较好 滴滴答滴滴答 当你觉得口诀没有问题了 你就挑战自己 不念口诀的情况下 也把它拍出来 当你成功了 就代表说 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音符 基本的拍打节奏的方法 好 那么现在老师先不把这个 解释给大家听要怎么拍 你们来告诉陈老师答案好不好 到底呢 这个旋律的口诀是怎样的 以comment的方式 就是刚刚那个答 答滴滴啊 你们可以打出来给陈老师知道 白色的是怎样的呢 黑色的又是怎样的呢 哇很快耶你 这位同学 恭喜你最快的速度 OK 好对的 OK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 I'm not good at music note 那么现在你有学会了吗 那位同学 I'm not good at music note Megan 你到底有学会了吗 这一次过后 欸你有 很好耶 你说你不是很会 可是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很好 OK 简单 So easy right 大家都对 好 这一个呢 这一个的答案又是怎样的呢 看一下又是谁能够最快的速度回答 这个刚刚的只是一个小段 然后你们有发现到这个是两段了 两个phrase了 两个phrase了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一个phrase都是四拍的 你们好厉害 Crystal你也是可以很厉害的 老师也是期待看到你的答案 打阿 打打打 有人 打阿 打打打 喔 宣速 粗宣速是最快回答到正确的 然后过后有另外一圈 就一处也是一样 嗯 对了 OK 这一个白色的是打阿 打阿 然后呢 这一个是打他 打阿 非常棒 好 到底拍出来的感觉是怎样的 你们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拍 在家里虽然是听不见 可是我相信你跟着老师一起拍 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节奏了 它是这样子的 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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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阿 好 可是我们你看我们念口诀的时候 我们会忽略掉 有人哈哈 其实是不是很好笑 哈哈哈 好如果我们不要不要念口诀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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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念口诀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 听的这个节奏 打阿 打阿 打他他 好 那么接下来 哈我们要懂一下 到底为什么 我们要学这些音符咧 为什么 我们要懂这些节奏咧 哈那么接下来呢 这边有几个拼图 是要我们去解答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块 的拼图 他要问我们什么问题 这一个我相信大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都一直说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哈 来 以最快的速度 解开这一片 谜题 到底这一个 要怎样呢 哈 什么来的 哈 这一个要我们写他的口诀哦 有没有发现到 嗯 为什么这个的尾巴 这样多的 这样多粒 黏在一起的 哈 老师给你一些些tips哦 有多少粒 你就要放多少个弟弟 哇 有同学也是 非常快的速度打上来了 哦 这一个有没有发现到四个滴滴滴滴滴 我就把它变成打阿 OK 好 这一题太简单了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来挑战下一题 哎 这个是什么来的 同学们 其实这是一首歌的节奏哦 那么老师 不要先给你选择 老师本来有准备了A跟B给大家选择 可是大家都太聪明了 太厉害了 那么如果老师不准备A跟B的这个前提之下 你们能不能够猜出来 到底这首歌是什么歌的旋律 什么歌的节奏 好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同学成功 好 老师拍一遍吧 他拍的时候是这样子 哇 哎 很厉害耶 我已经看到了正确答案 Yap 宣称 还有通知炫 我希望老师没有念错你们的名字 哎 同学们你们都很棒 很棒 对的 你看我都不用给ABC耶 你们就能够猜得到了 其实他就是 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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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简单耶 哇 ok good 我不会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是来学习的 ok 答案就是B 和好 哈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Mary had a little lamb 它跟London Bridge 很相似的哦 你看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然后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它们两首歌的节奏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们的melody不一样 所以其实节奏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而同样的节奏也可以变成不同的歌 好像这一边同样的节奏变成了两首歌 Mary had a little lamb 还有就是London Bridge 好 接下来 哦 我们成功解锁了第二片 接下来我们去第三片 模块 这一题也是一样吧 大家都这么厉害了 我就不给ABC了 哇 Oi Xin Hui 果然聪明 厉害 你也是很快 你的速度 之前老师好像有念过蛮多次你的名字了 Oi Xin Hui 很棒耶 OK 暂时有看到了一位同学 有成功答对哦 Oi Xin Hui OK 这一首歌大家都一定会的 我先选简单的歌给大家 Brother John 有人说了 听儿气 有Brother John跟两只老虎 到底哪一个才是答案 Are you sleeping? Lim Jachin Brother John跟 OK 这个Johnny sleeping 其实就是 那个 Are you sleeping? 还有Brother John是一样的 OK 嗯哼 好 你看 你们告诉老师的答案 都有出现在我的选择内 可是 你看陈老师有再多一个选择 就是A和B都是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A和B都是答案 其实他们两首歌是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是唱华语 另外一个是唱英文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有没有发现到 好 两首歌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们的那个语言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是扑 好 那么接下来老师想问的是 你们知道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这一个 它是有姐妹的哦 到底还有什么歌曲 好像刚刚那样 跟它是一样的呢?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有哪一首歌跟这首歌很相似 到底是什么歌? T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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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Star Hor I wonder what you are 什么歌? A B C D 对 A B C D E R G 还有一首哦 除了Alphabet Song之外 还有一首 是她的姐妹 跟她蛮相近的 她的第一句是蛮相近的 还有一首就是 好 好 暂时还没看到有同学 Merry还答LITTLE LAND 不对哦 不是 那个我没经过 哦 我已经看到了 Annabelle Lee 她已经答对了 答案就是 爸爸Black Sheep Twinkle Twinkle 有没有发现 她们的开头是一样的 她是她的姐妹哥 后面的也是有相似之处 好 那么接下来 刚刚只是简单的儿歌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 我们会进入流行歌曲 OK 可能会有你的偶像的音乐出现 OK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我们才来 进入流行歌曲的环节 哈喽 陈老师 太好玩了 谢谢你先休息一会儿 OK 来同学们 好玩吗 有没有跟老师说谢谢 待会儿我们还有流行歌曲哦 哇好期待待会儿会有什么流行歌曲呢 来些时间到伸展运动时间来动起来 OK 把你的右手去到你的左手边 敲敲 告诉自己说 好棒哦 今天我上了一堂好棒的课 OK 敲敲好玩哦 对对对 老师觉得好好玩 再用你的左手去到你的右边的肩膀 敲敲 啊 吹吹背 告诉自己今天真的学习到一堂好好玩的音乐课 我要专心学习 Elyn Cole 你一直叫老师是什么意思啊 OK 你一直叫老师是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 回答你的吗 同学们 有没有 啊 他是我弟老师啊 JZ 就是说你是来自沙拉少华小咯 对吗 老师要补充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的得奖名单 十位得奖名单里面呢 有两位是来自SJKC 甘邦巴鲁拉汉 他真的是拉汉 是我们芙蓉 Serenban的拉衡 拉 应该是叫做拉衡 新春华小 有两位小朋友得奖哦 不好意思 那个是SJKC 甘邦巴鲁拉汉 是来自Serenban的 老师刚才有去看了一会儿 欸 Elyn Cole 老师在 我不会 你不会什么啊 刚刚我们上课的 拍的节奏是吗 Elyn 没关系 待会你再专心再听 所以刚才老师教的是 滴滴达 滴达 还有达 阿 三个对不对 三个对不对 啊 等下你再专心听 你就会学会了 对的 音乐世界真的好玩 欸 这边要给大家 一个预告 同学们注意听啊 这个星期三 大家有在吗 这个星期三 老师hog 要预告一个东西 给你们知道先吴 这个星期三呢 我们邀请到一个科技达人 啊 科技达人 就Wishpin 他在科技方面是很厉害的人 OK 他是Kim Coco Kim Coco呢 在星期三会上来 为我们分享一些科技的知识 OK 分享一些科技新常态里面呢 OK 科技其实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啊 你们一定是很想知道 因为你们大家 不是你们 我们也是老师也是 在这个新常态里面 MCO里面呢 其实科技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所以今天 不是今天 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的Kim Coco呢 就会来为我们分享 啊 这个科技的知识 哦 所以七月三 要不要准时上来呢 啊 不要错过哈 我们七月三的特别嘉宾哦 记得记得记得 还有一样东西要告诉你们 现在呃那天我听到的那个呃我们的Wing Agent Wing有说了 Agent Wing说什么男生比女生多对吗 现在我们的Friendin对的老师看到数据男生比女生多 我们的女生粉丝们你们在哪里 女生粉丝们 诶 赶快赶快赶快 男生已经超越了女生粉丝了 诶 加油加油 所以Cristina需要在这边为女生们加油打气 OK 加油打气啊 OK 所以Friendin在等着你们哈 所以赶快哦 加油打气 我们一定要比男生再高 OK 男生已经高过我们 已经人数多过我们了 所以女生粉丝们我们要加油哈 所以赶快看看你旁边有没有一些呃女孩的朋友 OK 女子的朋友告诉他们你Friendin了吗 来赶快加入我们Friendin 我们女生要拿冠军啊 要多人啊 OK 诶 有人说CoreGin先你说什么牙齿掉了 不用紧啊 你可以换新牙了 恭喜你了 对了 Boy Win了 Boy Win了 女生你在哪里 我们要赶快加油了 OK 我们要加油加油 还有我们还要再看那个报表再出来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是女生会居高哈 所以女生要加油 对了 女生要赢就一项是吧 OK 女生要赢啊 可以加油加油啊 OK 来 同学们 啊来 呃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老师也应该要回来了 OK 啊 所以同学们我们再继续的在学习 啊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流行音乐了 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邀请我们的老师 陈老师 陈老师回来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 陈老师回来了 我们要学流行歌曲了 陈老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了流行歌曲的环节 好 也是一样 哎呀 老师 你又给我节奏 当然是给你节奏啦 因为我们今天学的就是音符啊 好 那么可能你会说 老师 真的太难了 我真的不会 好这个时候那些说 老师 非常容易 啊 我就很期待你们给老师答案啦 因为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好 那么同学们 如果我现在先不拍给你们听 你们先试一试 尤其是那些很easy的同学 你们试一试看 你们能不能把它拍出来呢 到底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而且这一首流行歌曲是我刚刚有在comment里面 有发现到 这个title有出现过在我们的comment里面 你们是有听过的 老师 我没有听过 等下我一告诉你哦 你一定会讲哦 我知道是什么歌曲了 这样子的 你有看过江新娘吗 哎有诶 老师超爱看这套新加坡剧 我很喜欢看这套过江新娘 哈哈 OK好 还有很多的流行歌曲 很多人已经把那个口诀写在那边了 好 可是我暂时还没看到有人把那首歌的名字打出来耶 好 老师拍给你们听 两个字的 再来多一次哦 我已经看到了 有人回答到了 李天信同学 不知道歌名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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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看这个旋律的话 它其实是 那边还没有 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好 其实呢 我们应该反方向学习 怎么说 我们去找我们会的歌 看他的音符 通过这个方法 是不是会更加的容易去接触音符的世界呢 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音符就说 嗯 可是如果你去找你会的歌 然后你跟着唱 你唱的时候 你看着这个音符去唱 我相信日子久了 你应该是会有进步的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肯定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都答对了 答案是少年 那我们又解答了一个 剩下两个板块而已耶 哎呀 这首歌更加多人会 而且现在几乎都可以听到 尤其是在抖音 抖音上面 蛮常会听到这首歌曲的 而且他的歌名很长 很长的歌名 然后第一个字 不是哦 不是TFBOYS的歌 他第一个字是颜色 跟颜色有关 嗯 有没有人猜 它是抖音歌曲 然后过后第一个字 是什么歌呢 好老师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听 好不好 拍出来大家就会了 能够吗 能够猜得到吗 老师再来一次哦 我已经看到有答案了 哎你们都很厉害耶 台语诈 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念错你的名字 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是哪一个 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 应该一听一听到老师唱 你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对不对 逛年之外 不是逛年之外哦 答案是 白月光与朱沙智 得对了 好 这个太简单了 接下来我来挑战你们 这是最难的 最难最难的一题 每一首歌其实都有它相似的地方 它的melody不一样 melody不一样 可是它的节奏 有一些小部分是一样的 像是这首歌 想去远方的山川 想去海边看海鸥 啊 这首歌 有没有听过 那么这一个旋 这个节奏 有出现在 哪一首歌呢 对的 这首歌就是那个 你笑起来真好看 对的 就是那一首歌嘛 可是老师不要问你这首 老师要问别的哦 到底这一个节奏 有出现在哪一首歌 还有哪一首歌 跟它有同样的节奏 想去远方的山川 想去海边看海鸥 好 老师总共有找到三首歌 跟它是一样的 有一小部分 并不是说整首歌哦 是一小 诶我看到了答案 有一小部分跟它一样 诶你们很厉害 Frankie答对了 刘家康答对了 好 你看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老师本来要给tips的 可是老师没有给tips 他们就已经猜对了 很棒 OK 很好很好 第一题 是刚刚有同学 已经告诉了答案 因为刚好遇见你 刘夏朱吉才美丽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的 OK 你看其实它的节奏 跟它是一样的 是放低一点 那个音太高了 因为刚好遇见你 刘夏朱吉才美丽 OK 它是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首歌 是大家也是有在comment里面 告诉陈老师的 嘛 就是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揉揉揉揉揉揉揉 ť 这首歌它更加多 运用这个节奏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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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 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招 哎哟喵喵喵喵喵 有发现吗 这四句都用了同样的节奏 Crystal说你们太厉害了 对 老师也觉得你们很厉害 老师刚刚说我找了三首歌曲 还有一首歌暂时还没有人告诉老师答案 还有一首歌是周杰伦的歌 我相信大家也听过的 周杰伦的歌 然后四个字的这个歌名 然后他第二个字 这个歌名里面的第二个字 也是跟颜色有关 周杰伦的歌 有人说桥边姑娘 周杰伦没有唱桥边姑娘 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到 摩基多 不是哦 不是哦 我看到了答案 有人已经把答案告诉陈老师了 告白气球 非常厉害 哎 告白气球的chorus 不是这样的哦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嗯 老师 你骗我哪里对哦 节奏都不一样 到底告白气球里面哪一个句子是用了这一个节奏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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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可以把歌词打在那个comment 这样老师就知道了 有人修一行说 老师上课好好听 谢谢你 怎么样 《告白气球》里面有一句 是跟这个节奏一样 不是他的chorus part 有一句是跟他 你们可以去横一横 《告白气球》里面 有其中一段 他的那个节奏非常的紧凑 老师给了一点暗示 老师没有完全把它唱出来 可是类似是这样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想到他的歌词 大家赶快去谷歌找 啊做屁了做屁了 有没有想到 你说 这两个字开头 你说 rap的部分 空培燕说rap的部分 啊捷径咯 捷径咯 他有一小段 他的那个节奏是非常紧凑的 最前面 最前面 不是哦 最前面是 你看他停顿的地方都不对 我收一杯 我看到答案了 第一位同学答对的是 YAM V HIM YAM V HIM 我有念 我不确定有没有念错你们的名字 如果念错 不好意思哦 好 对的 你说你有点难嘴 想让我只难而退 礼物不需挑嘴 只要想写的裸言 就是这一段 也是用了 同样的节奏 所以其实同学们 节奏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同样的节奏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三首不一样的歌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歌曲 只是老师没有把它一一放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就是节奏的秘密 节奏它好玩的地方 同样的节奏 melody不一样 带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节奏的秘密了 OK 你声音要点那句那一段是一样的 我们成功了 把整幅图都解锁出来了 你们看 在这边 不同的人都玩着不同的乐器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呈现方式上 给人不同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 老师很有兴趣 要问一问大家 我们今天学的节奏 对不对 节奏可以带来不同的东西 可是 如果现在我们要想一想 什么元素能让音乐变得不同呢 我们可以加入什么东西 让音乐听起来不一样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老师答案 最近有很多歌唱比赛 都有那种翻唱旧歌的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让他觉得 我听起来不一样了 第一个就是他的节奏的快慢 例如说想见你这首歌 我们可以唱 想见你只想见你 回来过去 就是慢版的 可是你们有没有在YouTube 蛮常会听到一些remix版本 非常快的那种 想见你只想见你 回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唱鼠唱鼠 对 他们的声音是特别 想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到不同的感觉 慢版的 他是抒情很伤心 但他一去快版 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其中一个严肃 第二个就是男女合唱 这个也是超多这种比赛 同样的一首歌可能是女生的 但男女合唱的时候 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再来就是连音跟断音 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 例如说 我用一首歌 好想你来呈现出来 如果我唱普通的连音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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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普通的 我把它连起来了 可是如果我大概 唱一些断断的音呢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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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顿时间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可爱了 这首歌 比较可爱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把它连起来唱的话 好想你 好想你 再换一换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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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我们音乐方面 又不一样了 好像很好玩 这样对不对 这一个就是音乐的奇妙 还有就是不同的语言 就像刚刚老师分享的 两只老虎 还有那个Brother John 不同的语言 同一首歌 也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再来就是 不同的乐器 这一个不同的乐器 有一些人 他们西洋的这个歌曲 如果我用中国的乐器弹奏出来 会有中国风的感觉 这个也是会让我们的音乐 完全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呢 在结束之前呢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 我对这些节奏很有兴趣 我很想去探索 我可不可以自己去学习 我可不可以自己去了解 有一个游戏 是可以让大家 在线上 你自己来做决定 你要怎样的节奏 好 那么老师来先分享 例如第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跟Rhythm有关的 好 那么老师 大概跟大家说一说 这一个到底要怎样玩呢 好 那么首先 我先放 一个 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地方 都会有 不一样的声音 如果 我放一放 然后我再按 然后我再按 然后我拿掉 我放另外一个 第二台 有没有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我再放 你看这个是大家自由切换的 有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要真的懂 就是有这种游戏会让我们去体验节奏带来的优美 还有的 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好 如果我放这边 有没有感觉到 它这个好酷哦 有人说好酷哦 这个就是同学们你们可以去体验的 你来做决定 你要打出一个怎样的节奏 好 那么还有的 这一个也是很可爱的 那么就留给大家去分享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呢 它并不是只是节奏 那么简单 还有人会唱歌的 我们来看 会有很多很多的卡通 陪着我们去学音乐 那有没有发现到 这些都很熟悉 这些卡通 好你看 这边它说 click anywhere to play 所以我们只需要按 click 它就会进入 我们给它一点时间的loading 好 那么你看 喂 这么多人哦 哈 有很多小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了 好 那么我们会注意到 蓝色的这个是percussion 就是如果我放其中一个人 你们拉 拉这个avatar 拉这个角色 放去这个地方 你看它在玩percussion 有没有 如果我把它再移过来这边 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把它移去弹吉他 哦这个不差 有另外一个弹吉他的 应该是它 它刚烙了外链 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avatar 它们都会呈现不一样的乐器哦 我再看一下spansgbop会怎样玩 然后如果我想要听piano 我想要听piano的话 我就选另外一位 啊我选他 有没有 那么我不要那么干燥 嗯太闷了 我放一个节奏在里面 我就放小男孩 有没有感觉到 那么我觉得不够哦 我要更加的丰富 我再放一位 Ninja 它在吹乐器 有没有 可是我想要把全部伙伴都加进来 好再把再加多一个 你们可以再换哦 就是我每一个avatar弹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当我avatar一换 全力就不一样了 好我再放完全不扔下去 好 这一个就是他的特别之处 现在我放一个特别的人去这一个地方 有没有中间 我放中间 嗯 他会去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个我放进来 这一个也是同学们 你们自由哦 你们要怎样放都可以 这是你的创意哦 好我回回去 我们听听到底它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是一样 OK好 那么呢 就是这样了 其他的就等着同学们自己去探索了 OK好 那么这个我们先回溯我们的slide 今天呢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 就是以上的 OK 节奏 想要跟同学们分享 就是说 不要听到音符两个字就感觉到害怕 就觉得说 嗯 我不想要学了 太难了 我是想说通过这堂课让同学们去了解 其实音符的世界很好玩 就不一定只是说我只是懂了他他提提他而已 我可以去了解更多音乐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么刚刚老师介绍的那两个online的这个东西呢 是希望同学们在没有受这个音符的困扰的情况之下 你们也可以把节奏打出来 好不好 同学们 期待同学们呢 可以自己去探索更多音乐的奥妙哦 谢谢大家哦 哈喽 陈老师太棒了 小朋友们的留言都是说 太好玩了 给陈老师点赞 unlike 老师太棒了 谢谢同学们 你的仓鼠的声音太隐人入线了 哇 全部人都说 老师你电声好好听 你唱歌好好听 还有同学说 教育请老师上来哦 OK 请老师再上来教我们音乐课哦 嗯 好 同学们 哇 刷上爱心已经刷上了 OK 谢谢同学们 谢谢 希望大家开始开乐咯 拜拜大家 拜拜 陈老师 呀 同学们 好厉害哦 哇 笑得好开心哦 Evengo 啊 你学会了吗 就是学会了 你觉得很开心 如果你还是学不会了 看重播 OK 看重播 今天陈老师也教了我们好多好多语关音乐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音乐的世界就是这么好玩的这么美妙的对老师有参数的声音好好笑对不对 嗯感谢老师教我们的音乐课 刚刚有同学问了如果我是前10名的话我们是那10个winner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竹城小小能手 OK这一堂课如果你有参加的话呢我们是会给你10令吉的回扣就是那个postage的回扣的OK啊所以这边呢啊还可以参加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有哈你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是那10位得奖者的话你参加我们会回扣10元给你一个这是一个半小时的啊网上课程啊会有整个box送到你家一个小小的吸尘机的啊 OK这个是可以动动手小实验哦 OK啊谁要参加的话赶快赶快参加时间啊还有时间报名哈要赶快报名的嗯 so good yes very good 今天的这个行课真的是很精彩对吗小朋友为你们学习的不少哈来这个是今天的设计今天的设计那个我们的那个url有改了 OK是tiny.ccslashdinerOKm a r是marchm a r然后21不是february了我们已经进入三月份了小朋友们啊来赶快哦 刚刚我看到小朋友的留言说啊老师我要上课了对我知道OK你们呢一二年级是今天就开始上课了对不对三十五六年级就到下个星期就上课了很好OK老师都知道你们要上课了 其实呢你参加friending的话呢你上课和没有上课都一样的因为friending它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持续性的学习还有持续性的得到很多很多福利就是学习上的一些知识学习上的一些资讯还有学习上面的一些福利哦OK所以是跟上课没有上课是没有关系的OK都可以进来的都可以进来学习的好不好 好呃OK这个是上课的那叫must buy什么意思 Li xing hei li xing hei 你是什么意思呃就是说要参加那个课程就是刚才那个小小厨城能人手的那个steam课程 OK那个是一个课程才会有那个box的OK你要参加课程才会有便宜box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教你怎样去做出来研究出来然后怎样去做一个实验出来 好什么音符今天陈老师教导我们关于音乐节拍音符的知识请问下图是什么音符呃没有图画 Elenko老师这边是看不到你的图画的OK嗯OK是看不到你的图画的好来小朋友们好了吗来看点今天的圣好了吗OK十九八七六五 四三二一叮叮叮叮 哦我知道Elenko你在讲什么了OK好听自己自己去看那个是今天的那个question是吗你这是在问啦OK好来没关系OK等下你自己看了呢就选选占择对的答案咯就可以成交上来咯就可以引起到我们今天的sertOK好来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明天上华语课 哇,你们看一下这个poster poster里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明天要学习到的是青蛙和蚕蚕 青蛙和蚕蚕有什么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图画的是青蛙还是蚕蚕呢 我们就让明天的老师 明天我们请到的是陈诗威老师 陈诗威老师 他是来自中国学校的 中国学校的陈诗威老师 明天跟我们聊书会 即延伸写作 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看那个书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写作的东西 很不错 明天呢一定要上来上华文课 同学们知道吗 哇,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一起来辨别 什么是青蛙 什么是蚕蚕好不好 明天我们一顶一期一定要来哦 我们不见不散哦 明天也要见到你们 你们老师明天也要见到你们大家的 来同学们 时间好棒 今天你们真的太棒了 谢谢你们大家 今天很心情地在学习哦 OK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约定你们明天啊 明天明天明天哦 一定要来哦 OK 2021爱你而已 萌萌的 明天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